有 然後我們因為透過這個好朋友認識 然後呢 一認識我們第一次見面 我們兩個就聊過完 因為我們就在分享彼此的故事 所以我剛剛想說 為什麼呢 景華我覺得他好勇敢 他願意把他過去的故事的祈福 然後來都來跟我說 因為有個天使在我面前 他幫我準備好吃的 然後下午茶這樣 然後因為那時候芳哥也願意就是 跟我分享他的人生經驗 然後過程 其實我看到他的也是 勇敢 然後 而且我覺得他很好 是有一個很棒 很好的戲 因為他現在都有在做 公益活動的事情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都是 我覺得是我們現在的人 應該要盡了一份力量 對 所以我覺得 芳哥對我來講是一個偶像 對 所以景華那個戲劇上面 如果遇到什麼樣的動作 請問我們在轉型的 當然 不可以放過這個 這麼好的那個資源 當然要好好來跟他請教 因為我覺得我們的人生 難免都會遇到一些挫折 每一個人都會 我自己也遇到過很深的挫折 到你無所用 然後我希望藉由這本書 然後跟大家來分享 怎麼樣去挫折中 重新站起來的 那是這個 好 謝謝 那個鼻子 嗯 可以跟 好像 對啦 我希望之後如果有機會的話 那我要跟那個 我像陶教一下 哈哈哈 可以啊 他可以他其實文筆很好 只是他沒有 沒有讓大家知道他文筆很好 我覺得他出書是只能可待 哈哈哈 謝謝 那我希望是什麼樣子 那一步 我覺得 好像可以試著短的 短片的傘 可以試試看 多次的想 如果 有 那個 時間 或者是有那個 想法的話 我覺得如果要出的話 就是要 對得起 你知道嗎 來買學過的 對 因為我自己也是從寫詩開始 我建議你可以寫詩 對啊 對 你們寫歌詞啊 或什麼的 對 像如果 我就一定會被我的 比如說 戏啊 或者是看到什麼 哪一句話的台詞 可以受到影響 然後衍生出來很多的情緒 跟情感 嗯 戲劇上有什麼 情緒 嗯 你說拍戲有些 最新的故事嗎 嗯 有可能喔 我覺得是 因為其實我覺得 當演員本來就跟拍戲會 就是 就是息息相關的事情 所以 不是只有 就是楊錦華在過手 我其實有時候可能 我們在拍每一路線的時候 跟這個角色在過手 跟另外一角色在過手 所以其實會從這個角色當中 學習到他的能力 就是什麼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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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就很開心啊 也是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 哈哈 然後其實 就是 因為我們合作 那是我第一部的電視劇 然後 其實那邊 所有的 那時候在聊天的時候 所有的 講話內容 跟場景的時候 會回到好像我們在 拍蜜蜜花園的時候 大家在休息的時候 聊天啊 講話的時候 可是又回到現實 哇 怎麼 我眼前的兩位 同伴們都長大了 因為大家的講話 思想的講話 其實都 很熟悉 所以其實 那天的 內心是很感動的 很重的一間 一城還是有間 但又臨是更重的一間 因為又臨之前 都在那裡頭 所以其實還蠻珍惜 那我們有約定 想約好說 下一次的時候 大概在暑假的時候 所以我們每一年 一定要有一個 一定的時間 然後想要 就問你先說 就是 對啊 對啊 有啊 我就是拍一把琴 對我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琴 因為我覺得在一把琴裡面 就是 很不一樣 看到會不一樣的樣子 在全是 一個面帶的角色 對 對 很重要 不只一整天 會一整天 對 也是這樣 對 從桃園過來 對 我覺得一把琴對愛情侯來講 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對 因為我幫他看過劇本 我覺得哇 這角色太厲害了 那個 起承轉合的 那個情緒 我真的覺得 他可以發揮得很棒 很期待 對 但是我覺得最佩服的還是 曹瑞仁導演 他的堅持是對的 他的堅持十年是對的 太大了 有喔 有 他當時有給我看過 我就說 哇這戲太棒了 對我就看過那個戲 其實很有張力 非常有張力 而且景華的角色在裡面 其實非常的有表現 我就跟他說 你好好演 明年那個金鐘獎就是你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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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